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爷知道此事之后将杜明里言成 这时的杜明里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他了 他咽不下这口气 他不甘心做奴才 想做主子 于是在夜晚潜入王爷寝宫 刺杀了王爷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对于杜明里这样的狼子野心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请在下方留言评论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